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乡土走进西乡 敬请关注 最后走进的是陕西省汉中市的西乡县 西乡县位于陕西南部地处秦岭巴山之间 是典型意义上的南方 自古就有秦岭南路小江南的美誉 西乡山川秀美气候宜人 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西乡茶叶 更是远近闻名 在一个明媚的春日里 我们行走魅力茶香设置组 走进了西乡 乍看之下 西乡与其他现代化的城市并无不同 西品之中却不难发现 这里处处透露着一种闲适与安宁 一条木马河静静地穿承而过 仿佛早就预示了 西乡人与水不可分割的渊源 第一次来到西乡 这个城市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道路的尽头 就可以看到青山了 那么其实站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十字路口 向四面八方望过去 都是绵延不绝的青山 这是一座被青山环绕的城市 这就是西乡给我的第一印象 西乡县是一座被群山包裹的城市 包裹住它的山脉 一座是秦岭 一座是大巴山 以汉水为界 汉水以北就是秦岭 而汉水以南就是西乡县城 和绵延不绝的大巴山 当地人说西乡是被上苍眷顾的 从北部过来的冷空气被秦岭阻隔 从南方过来的暖湿气流 又有大巴山做屏障 因而形成了西乡独特的地形地貌 和南北气候过渡带 也孕育和滋养了极为丰富的物种 因此这里自古就有 秦八无咸草的说法 寒冬过后 山中的草木在春日里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 此时位于县城西南方向的柳树镇 人们正忙着和时间赛跑 他们等待了一个冬季的小家伙 开始相继露出头角 我印象里的采茶应该是大家一边采一边说说笑笑啊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唱着茶歌 但是在这看过去 所有的人几乎都不说话 都在很认真的在采 我看到这个大姐还背着一个小包 里边装了两瓶水 这是随时要喝的什么 这还是泡了点茶 已经喝了很多了 这个是 这是方便面呢 这是今天中午的午饭是吗 对 我跟大姐说话的时候 大姐几乎顾不上跟我说话 你们平时不聊天吗 不聊天 顾不上是吗 对对 算了我们不要打扰大姐了 来您的小背包我还给您 吃的特别的简单 是因为现在他们采茶特别的忙 所以呢 就是几乎能用到的时间 都是要用来采茶 然后呢 有空闲的时候 就稍微的吃上一口是吧 对 大姐已经要往那边走了 好了好了 您忙吧 我不打扰您 春季采茶采的就是一个仙 所以他们要趁着茶芽最鲜嫩的时候 抢摘下来 即便如此 一天里可以采摘的时间也很有限 日头大了 水汽大了都不能采 同时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明前抢完 抢雨前 意思就是清明之前和古雨之前 这个阶段的茶最好 是要抢摘的 柳树镇平均海拔600米 而县城东南方向的五子山 平均海拔800米 仅是200米的海拔差异 便造就了不同的小气候差别 此时这里的鲜叶采摘 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来给我们看看 里边还放了个手机 他刚才我看到他们俩一直一边采一边在听歌是吗 也是作为消遣 采了一个多小时就采了那么一点 对 我边玩边采了 眼前的这位姑娘叫李小桥 她告诉我们眼下鲜叶收购价和采摘人工费都比较高 所以周末的时候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都会结伴上山采茶挣点零花钱 但是其实这个钱不是特别好赚的 我刚才只是扫了一眼我一个都没有找到 而且眼睛几乎都已经要看花了 我看看 找见了吗 你看这有一个这就不错 看 哦它是吗 对 对不能用指甲掐 往上提 往上提 是的 哇 其实它真的不是特别好找的 所以它很稀少 所以它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要贵一些 是 鲜蚝的原料就只能要求 要求的就是这个毒芽头 它大了也不行 小了也不行 胖了也不行 瘦了也不行 刚刚 鲜蚝是西乡众多茶叶里最为珍贵的一种 上好的鲜蚝是用一根根独立饱满的嫩芽头制作而成 一斤鲜蚝成品 至少要用五万六千多个芽头制成 而一个最成熟的采茶工一天也只能采出一斤多的鲜叶 因此鲜蚝的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吃完这口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像深深的呼一口气 刚咬下去的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随着这个牙齿把这个纤维给咀嚼吸了之后 茶香就迸发出来了 板嘴都是茶香 然后呼吸期间舌根和喉咙都是甜的 我果然不适合干这个工作 我会一边摘一边吃 我觉得如果一大把抓在嘴里吃的话 应该会非常的过瘾 但是其实这个没有办法这么吃的 因为它其实很珍贵的 西乡茶区属于古巴蜀茶区的北部边缘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茶历史 而若要说真正大面积种植茶叶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如今这里大多数的茶园被企业统一承包统一管理 每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他们将开始第一轮收茶 这大概有多重 九两 九两 有个上屋才的九两 不好彩是吧 不好彩 一斤七两吧 一斤七两 八十五块钱 八十五块钱算是多的吗 一天 也不多了 你早上哪 随着西乡茶产业的不断发展 流水线机械化制茶的工艺也逐步完善 当天采下了鲜叶 他们要连夜制成成品 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茶叶的产量 以及品质的统一性 而对于一些口味刁钻的人来说 这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喜好 那月 今天说成这样 好 好 你拆的东西呢 这样 哦 看看 这还不错 但这个不晕嘛 你想这 这不晕就 这才能做得好了 好 拆的时候注意一下 你这个一带椰子的话 你最后等级都不一样了 这个质量也都不好了 是吧 所以咱们以后注意点 不然你这划不来 是吧 少买钱了划不来 他这个东西啊 现在很少油了 只有他家里有 每年都过了几次 一个是做一做 有这个兴趣 第二个呢 手工做的 毕竟可以做到任茶合意 眼前的这个人叫陈志龙 是西乡县茶叶局局长 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品茶师 怎么开始整 15岁开始学茶叶 所以必须喝茶 那时候不知道茶叶怎么喝 对茶叶的感觉就是苦 不好喝 手掌测的时候 如果烫的话 可能手一转 会把手烫掉 手背的话 手一圈起来 烫不了手 现在温度还不够 要达到多少度 200到220度 你光是靠手就能吃东西吗 可以 这么做茶叶呢 看茶做茶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用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 用鼻子去闻 用手去感觉 投液量呢 是根据你自己的手的大小 来投 因为头多的话 你手小抓不起来 头少的话 可能要烫手 像我的手的话 一般就是四两叶子 沙青对于温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温度过高 叶子就焦了 温度过低 青草气去不掉 就会有青涩苦涩的味道 陈志龙是上世纪80年代 参与五子仙蚝的研发人之一 也正因如此 他对仙蚝有着独特的情节 在温度的作用下 鲜叶开始变得柔软 颜色也逐渐变暗 在这个过程中 叶子里的青草气逐步散去 茶叶原本的香味散发了出来 刚炒出的茶 在湿热的状态下 叶绿素的损失会加大 茶叶就会变黄 因此沙青之后要迅速冷却 进而保证绿茶的三绿 干茶要绿 汤色要绿 叶底要绿 这个温度要低一点了 大概180度 在历经炒清摊量过后 鲜蚝的制作进入了理调作型的阶段 手工制茶 劳实劳力 无法像机器那样大批量生产 面对着现如今机械化加工的日益普及 这份传统的工艺正逐步走向没落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 太苦 太累 因为他的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 所以后继无人 必须强制让他做 我带着这帮地区们 你必须每年把你手工做的要给我 我要看 我要喝 这个喝不是为了喝 而是强制它 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华夏文化的 不可或缺的茶文化当中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陈志龙每年都在坚持做手工茶 这一捧鲜叶就像是一个还未长大的孩子 究竟要变成什么样 只有经历自己的手去培养 才会更有情感 而做好行的先好 要经过三道工序的烘干 然后再进行等级的分类 哪个是特级 哪个是一级 哪个是二级 其实在我看的话都是一样的 我就挑一个颜色最绿的吧 我觉得可能这边的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颜色比较鲜亮一些 对 这是从颜色上看 其实不然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 你看那颜色不是太绿是吧 因为它有蚝毛 像这个 这个就明显能看到 上面是有白色的 这个就是它的鲜蚝的蚝毛 绒毛 对 绒毛 陈志龙告诉我们 鲜蚝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口感和营养 还在于它极高的欣赏价值 其实对于我一个不太会喝茶的人来说 我能够做出的形容就是 它的味道是很清爽淡雅的 现在开始觉得有点发甜 对 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 刚才这杯茶泡起来的时候 它的外形带给我的一种享受 刚才您跟我说 它是万笔书天 然后这么转起来的时候 它又非常的飘逸 像是一位姑娘在杯子里边 轻轻的舞蹈一样 那我就觉得此时此刻 我断在手中的这个杯子里 这杯茶里一定就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姑娘 因为她可以万笔书天 同时呢 她又有着非常轻柔飘逸的身姿 一定也是一位家人 我们自古都有 自古家民是家人 西乡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 培养出了一位美丽又有才华的家人名茶 而西乡的土地 也培养出了一位又一位勤劳的茶香儿女 看到你们了 看到你们了 往前走我看到了 你看你们车了 梁玉琴是当地的茶商 今天她要带着几位外地的朋友 去家乡的茶园走一走 我走前面给你们带路 直接到梅园去 每天接待就是一脸白人 我也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基本上到往就要亲自来接待 就像现在这样 对对 梁玉琴做茶已经有26年 她也是峡口镇第一个开始做茶业旅游的人 我跟我们村民都讲过 我说只有游客多了 这样才能带动销售 整个我们的村民就会富裕起来 在过去年就是我们这游客太多的时候 不要说卖茶叶 就你的原汁卖水就挣钱 不用再出去打工是吧 如今的峡口镇 最多一天要接待上千名游客 而就在20年前 这里的茶叶却面临无人问津的困境 我就看那些村民的茶叶卖不掉 特别是有的老太太背着背脑 然后就是赶集嘛 赶两三集茶都卖不掉 茶叶掉价 然后看着老太太着急的不了 有的就跟我说 看到我的买茶叶嘛 她对我特别好 然后我感动的就是说 所以你把茶叶先拿去卖 我们暂时可以不要钱 你拿去卖了回来再给我们钱 这是个五百八的 这是一个四百八的 还有更高一点 带着村民们的期望 梁玉琴成为了第一个 走出峡口镇帮大家卖茶的人 那时候二十四岁 那是一天坐班车的话 就提着两个袋子吧 一个是编制袋拿个三四斤 刀汗中了是怎么样子 加上可以扛一袋 手上替一袋 就这样在汉中这些市场上跑 为了增加游客对茶的认识和情感 梁玉琴在茶园底下做起了炒茶体验 我原来以为是一遍就搞定 真不知道 所以今天看了之后 会不会觉得他们也挺辛苦的 辛苦辛苦 如今峡口镇的茶往往还没来得及运出去 就已经被游客一买而空 茶叶也从一个让他们头疼的孩子 变成了让他们引以为傲的胶子 我感到越看越幸福 大家能时事的时候改静老百姓的生活 你看嘛 园子里都打了水泥路 原来在园子里面采茶 回来就是一脚了泥 现在不用了 如今西乡县的茶叶正进行着多元化的发展 除了传统的绿茶 现在还有红茶 无茶等很多的品种 然而要让年轻人接受这种传统古朴的味道 他们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这里是西乡茶校 听说每周日他们这里都会对社会举办一个茶艺培训课 看前面这个就是茶艺技能师了 看一眼我不敢打扰他们 好安静啊 我们在拿湖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看我的手势 用拇指和中指扶住鼓柄 黄盈是当地茶校的一名茶艺老师 每个周末他会对社会上喜爱茶艺的人教授课程 茶的味道对于年轻人来说难免有些寡淡 但这个班级里很多的学生 却会因为茶艺逐渐培养起对茶的兴趣 我看其他人很多都是在用凉水炼 唯一好像你是用热水炼的 是对我学茶艺有一段时间了 以前就是觉得茶艺特别苦 我不愿意喝 但是通过学习茶艺之后 原来茶文化是很深厚的 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传承去学习 然后更好地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能够传扬推去 也是作为茶香儿女 我也觉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吧 走下课堂 黄颖还有着一个身份 为游客展示茶艺表演 今天给大家冲泡的是西乡这段时间 新出的草青绿茶 希望大家指点 首先我希望他们喜欢我泡的茶 这个是物质上的 大多数人可能在精神追求这个方面 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一开始就是喝茶嘛 喝茶喝得舒服 然后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通过我们的展示 可以让它觉得是一种享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慢慢地放松下来 这个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成就 采用回旋的手法 然后再高葱 高葱可以积到茶牙 使茶叶充分翻转 然后使茶汁充分地溢出 轻轻地摇一下 可以让它浓度更加均匀 有些动作其实也算是一种规矩吧 它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礼仪 因为茶艺就是用来协调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它是一座桥梁 看她泡茶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 目光都被她吸引了 她动作非常非常的优美 像是在跳舞一样 然后呢 我也有幸得到了一杯茶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觉得这杯茶里 一定住着一位温婉如玉 优雅端庄的一位女子 因为呢 是刚才看了她泡茶的整个过程 得到了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享受 所以呢 此时这杯茶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会有着不同的意义 茶艺应该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国学 现在提倡要有文化自信嘛 其实我们的文化自信 茶艺也应该属于一部分 因为中国就是茶的故乡 世界的茶文化 茶叶的传播发展 其实都是源于中国 那么这个应该算是 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文化自信吧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解 茶历经了几千年的流传发展 它可以是文人默克的 琴棋书画诗酒茶 也可以是寻常百姓家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西乡县樱桃沟 我们找到了最古朴的 农家饮茶方法 杨祖寅是一个农家乐的老板 八年前 他还和家人住在大山里 如今他仍然保留着大山里的生活方式 哇 快看快看 你看这是特别原始的厨房 我觉得仅仅就是这一个门 感觉就是两个世界 外边是特别现代化的厨房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这山里人家 最原始的这种厨房 是吧 这个叫在咱们当地去叫 火堂 在杨祖寅家的火堂边 他向我们展示起了 山里农家最常喝的一种茶 以前喝的这个大脚板 这是茶 它是在夏天里结的 全是手工制作的 你可以闻闻可香的 这个茶和我之前建的都不太一样 你看好大的一片叶子 这个茶应该是挺老的 就是 剩下的时候树叶都长得比较的茂盛 大脚板名字的由来 早已说不清楚 但它依然保留了最原始的喝法 这种香味其实和我之前拍的那些茶叶都不一样 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在过去品质好的茶叶 老百姓要拿去卖钱 不舍得自己喝 因此老叶子做成的茶 就成了他们的最爱 而最正宗的大脚板 还有它独特的饮用方式 来你喝吧 过去 对 咱们过去是都这么喝是吗 都这么喝 就是一个人喝完了之后 然后这样子往外这么倒一点出来 这倒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对客人有一点很有礼貌 过去沙里人家生活条件不好 来了客人经常没有多余的杯子招待喝茶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独特的喝茶方式 热情中又不乏礼貌 这种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 以喝茶的方式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而这大脚板也承载了很多他们有趣的回忆 杨祖寅搬到县城周边之后 原来这是最开始最早的牙签就是它是吗 对 现在你想用这样一样的牙签也没有了 杨祖寅搬到县城周边之后 特意建了一个这样的火堂 他希望无论生活如何飞速的变化发展 都可以随时找到心中的那份宁静 而这大脚板也是他内心的一丝牵绊 这个茶叶它不像鲜蚝 不像炒青那样精致 它是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很有烟火气息 看着这一缸茶的话 我就会想到生活 想到最朴实的生活 我们行走魅力茶香走进西乡的采访结束了 西乡人的茶生活还在继续 无论是万比书天的才女先豪 还是宁静优雅的家人炒青 亦或是婆娜又充满烟火气的大脚板 都是西乡人赋予茶叶的独特情感 也是茶留给西乡人的生活印记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凌晨三点 一片漆黑中 大家为什么如此热闹 像手掌一样长的缝针 在东北汉子的手里 如何潇洒挥舞 又是什么样的网 需要整整装一车 十几个人共同协助 才能装上船 建围城 设迷魂镇 几十个人拉大网 他们能否满载而归 湖开了 雨醒了 水沸腾了 连环湖上的渔民 要如何庆祝 下期乡土 连环湖上庆开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